词曲 李宗盛 我父亲是艺术家 所以我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影响之下 我自己也是投入这个领域的 这些作品其实都是 我父亲留下来的作品 那他留下来的作品 但事实上可以有两类 一类就是他自己的作品 那另外一类就是 他在嘉义 在那个时代背景之下 收到的一些古画 还有就是他跟嘉义的这些画家朋友 互相往来所收到的一些作品 他就是在这里生长 在这里成长发展出来 虽然他离开了嘉义也搬到台北 可是也经常跟嘉义的这些画友 亲戚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而且也期待嘉义将来在美术上 也能够蓬勃发展 所以他也是很期待有美术馆 然后他的作品要捐回来 对我父亲在创作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的 这个讲求写生 那他讲求写生 他是他自己也非常的用心做到这样的 这个要求 他也希望他的学生 也希望影响到他的这个画友 从小我就看到他这个常常在郊外啦 到动物园啦 他也都不忘记带着写生本 人家在玩 其实他都在努力的写生 回到家里不久就有这个新的作品出现 所以这个我觉得他非常把自己的这个提倡的这个理想 他自己也都脚踏实地的实现 这一次捐赠的在跟他的这个时代背景有关的 就像是许隆的作品 还有就是跟嘉义这些画友互动的这些作品 我父亲当然他是在绘画上 他是除了在台湾之外 当然也会到各地去旅游 印度尼泊尔的这个文化背景 跟我们是蛮有相当重要的这个关系 所以他对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风景这是蛮有兴趣的 所以他有这个画了这个画册 那我们的捐赠大致上的期许 就是说年轻的人对于过去的历史 过去的人物 其实都渐渐的会比较疏远一点 美术馆把这些前辈画家 或是当代画家的作品 做展览的时候 就会让比较年轻的 或是比较没有在艺术圈里面的朋友 都能够接触到 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达到我们 这个教育推广的这个目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